嗨,大家好 最近我認識了一些新朋友 聊天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喜歡喝茶 而且也收藏了很多紫紗茶樓 他們就很有興趣問我 他說,對了,二世祖 其實怎樣才會為之一把好的紫紗茶樓呢? 我想一想,其實我之前都介紹過 不過既然是新朋友,我不如拍一條視頻 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先講紫紗茶樓,最重要是先講泥料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做紫紗茶樓的泥料不好 那就發揮不到紫紗的功能 好了,我們有好的泥料 說到泥料為之好呢? 我們一般人都會認為 在八十年代之前做的紫紗茶樓 它的泥料都會比較上穩陣 比較上是好的 當然,越舊就越好 為什麼是說八十年代之前的紫紗茶樓 的泥料是好一點呢? 原因就是在八十年代之後呢 紫紗茶樓就開始盛陷了 亦都很多人急功近泥 那些紫紗泥都沒有經過塵庫 亦都沒有好好地去提煉那些泥 甚至乎有些人會用一些化工顏料 去將它原有的顏色改變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八十年代的紫紗 會比較上是純正和好一點的 當然了,越舊就當然越好 所以有很多朋友 他不介意紫紗茶樓崩了 他們都會買一些 譬如舉例七十年代 甚至乎再早一點 晚清啊 甚至乎當然啦 如果能夠有錢的買到 清初的紫茶樓就更加好 好了,除了是泥料之外 要講到做工 為什麼做工這麼重要呢? 因為如果你的紫紗糊做得不好 例如那個湖的氣孔做得不好 那個湖嘴也都做得不好 又或者那個湖蓋 它的密度不是很夠 也都會影響那個茶湯 由那個湖倒出來的杯子的時候順不順暢 如果不順暢會怎樣呢? 那就會將一些茶焗壞 出來的茶湯當然是不好喝 講到做工好 當然要講做糊的人 所以第二個先決條件呢 就是你做糊的那個是名家 所以為什麼呢? 現在一些大師級的紫紗糊 是買到很貴的 顧景舟啊 顧兆培啊 又或者甚至乎是近期一些的 譬如范祖大啊 許彥春啊 郭圖宗啊 那些湖呢 都賣到呢 是說十幾萬 三十萬 五十萬 甚至乎過百萬的 一把至三戶都有 當然啦 我二世祖一直都這樣說 我們呢 不好 一路就是追求名家 追求舊禮戶 都要因應自己的能力 你有幾億身家 買一隻戶百多萬 沒所謂 如果你不是的 好像我二世祖那麼窮的 怎麼可以呢? 為了追求一隻紫紗糊 是傾盡自己所有的家財 去買隻紫紗糊呢? 好了 講完黎了 明家 之後呢 都要講講 是不是一定明家糊就好 不是明家就不好呢? 都不是的 有時候呢 有些呢 好的工藝師呢 其實在民間 因為他們呢 是純粹為了個人興趣 而去做 所以他們可能呢 是幾年 一路去剁磨 做完失敗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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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做到一隻呢 他自己喜歡的紫紗糊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民間 可能都會發到一些 不見經轉的 造鏡工藝家 他們做出來的糊 都非常之好 好了 然後繼續講回 除了是麗了 做那個糊的工匠 就是明家 我們還要留意呢 就是那個糊的形態 那糊的形態 其實是純想 是觀賞的 這個觀賞價值 那如果一隻糊 它做得很均稱的 胡的 胡飽 胡嘴 胡蓋都做得很均稱的 那隻糊的觀賞價值 就比較高 那接下來呢 就要講 那隻紫紗糊呢 是不是年代九軟呢 為什麼年代九軟呢 都重要呢 當然啦 如果那隻紫紗糊 年代九軟 那就是古董啦 那這個有歷史價值 那只不然呢 它那個價值呢 都會提升很多 不過那重點呢 就不是因為它是古董 那重點就是 如果那隻紫紗糊 是用了十年 用了二十年 又或者同一隻紫紗糊 剛剛用了幾個月來比較呢 一定是用得久的紫紗糊呢 它沖出來的茶湯呢 是特別好滋味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在街上 買一隻紫紗糊 它說已經是用了五十年 六十年 這個呢 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不知道 它怎樣用這隻紫紗糊 所以回來呢 通常你都會 重新再開個股 但是如果你說 有隻紫紗糊 是你的好朋友 他很喜歡喝茶 他好像我二世了這樣 我的股都用了二十十年 那如果用了一隻 你知道啊 賣給你那個人 他那隻紫紗糊 是已經用了二十十年 那就當然買啦 難道買一隻新的嗎 是不是呢 不過這樣啊 你不要想要跟我買 因為我不是買糊的 我只是跟大家分析 怎樣為之一隻好的紫紗糊 那還有啊 用得久的紫紗糊呢 它是特別有潤的 因為它是吸收了茶的茶油 所以呢 出來的效果是非常之美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養得久的紫紗糊的那種油潤的那種美態 至於我現在手拿著這隻紫紗杯呢 都是精品來的 它是六角形 外面就是紫紗 裡面不是的 是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整隻杯都是紫紗呢 那你只可以喝同一種茶 或者同一個系列的茶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的了 如果我們呢 用紫紗糊沖茶呢 一定呢 就不要什麼茶都拿來沖 最好的 就是沖同一個系列的茶 例如我用這隻紫紗糊沖 沖泡泡泡的 不論青泡熟泡都可以拿它來用 又或者我用什麼紫紗糊呢 我用來沖烏龍茶的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了 烏龍茶呢 其實就分開南和北 南面呢 就安溪的鐵觀音 北面就是沒有熱山岩茶 那如果要求不是太高的呢 其實同一隻紫紗糊 只要沖烏龍茶 不論鐵觀音 或者水仙岩茶 問題都不到 或者你這隻紫紗糊用來沖白茶的 就沖白茶 就不要用來沖烏龍 又沖泡泥 同樣紫紗杯都是 那所以呢 我們用紫紗杯 一定是喝一種茶 就不要喝多種不同的茶 好了 那今天我不是和大家分享紫紗杯 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為之一隻漂亮的紫紗糊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看一下我珍藏的紫紗糊 好了 那現在大家見到呢 這一隻呢 就是許艷春做的紫紗糊 那這一隻呢 是斷泥糊來的 你看到它的造工呢 是很美的 而它最大的特點呢 就是當它出水的時候呢 是非常之流暢 那所以呢 那一隻紫紗糊呢 除了看它的外觀之外呢 也都要看一下它呢 它出水的時候 是不是很流暢 那大家見到了 那它的湖底呢 它的底款呢 就寫明就是許艷春做的 在這個任五年 那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大概是2001年的時候我買的 那現在這隻紫紗糊呢 都不便宜的 那價錢就不說了 因為我不是賣壺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家就會見到了 美好的紫紗糊呢 它的造工就真的非常之好 而且它的油潤 油潤度 你會見到了 是跟一般的紫紗糊 未用過的紫紗糊呢 是相差很遠 那這隻紫紗糊 我買了之後 一直用到現在 最主要呢 都是用來沖岩茶 現在大家看到這把紫紗糊呢 那也是許艷春的作品來的 那同樣了 跟剛才那把紫紗糊呢 許艷春做的那把呢 其實都是同一個款式 是同一個時候做的 那在我看到的時候 我都忍不住 也都收了這把紗糊 那它屬於呢 是鯉皮糊來的 你看到它那個身呢 就好像一些 我們現在吃的沙里的鯉皮 那樣的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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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艷春做的糊呢 我欣賞的地方 就是它做得很均淨 還有它出水 都是非常之美的 那至於現在這一隻 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紫泥糊 是紫泥來的 那你看到了 是不是很油潤呢 那這些通常都是呢 用了多年之後呢 就是紫泥糊的特性 它會出現呢 一些很漂亮的油缸 我們所謂的油缸呢 不是吃油那個油 是油潤那個油 是很油和 而很潤窄的 而它的底款呢 都非常之特別的 我稍後會給大家看看 它的底款是寫著三位齋的 有很多人呢 玩紫沙茶壺 或者是草紫沙茶壺呢 都會因應它的底款 是寫些什麼字 以及它的設計是怎樣 那所以呢 玩紫沙壺都有很多種不同的玩法 那至於這一隻壺呢 我們叫做花壺啦 那它呢 就都是斷泥 亦都加了一些的綠泥在這裏 那這隻壺呢 我很記得在1997年的時候呢 我就呢 陶經御畫 那當時這麼巧呢 阿葛陶忠先生呢 就在那住場啦 那我見到他一個人坐在那裡 霧霧烈烈烈 那我走去跟他聊聊天 那我見到這隻壺 那我就很喜歡 那他就賣了給我啦 那當時買這隻壺 都不便宜的吧 是說1997年的時候 我都用了很多個千 去買這把壺的 那當然啦 在97年的時候 用了很多個千買這把壺 那當然就 都幾貴哈 那不過 你問我呢 我這麼多把壺裡面呢 我最喜歡的幾把壺呢 這個是屬於其中之一把 正說許艷春的壺也是我非常之喜歡的 那壺底呢 就是它的底款啦 至於這一把壺呢 也是我非常之喜歡的 書籬壺來的 那這一把壺呢 也是我買這麼多壺之中呢 屬於是最便宜的幾把壺之一 那雖然它是便宜的 但是那個泥汁是非常之好 那所以呢 我覺得呢 這一把壺呢 我是 俗語所說的 撿到便宜貨 是真的 非常之厲害 我也都很喜歡 壺的底款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這一把壺呢 我用來沖岩茶 大家看到了 它都是非常之油潤的 我都用了二十幾年 講回這把壺呢 都是一個故事的 我見到這把壺的時候呢 我想大家猜不到 我在哪裏見到它 就是一間布貼 我途經尖沙咀呢 有一間布貼 他就擺了一把紫沙茶壺來做裝飾 那我膽粗粗又走過去 我就問個女銷售士 我問你這把壺賣不賣的 他說壺啊 我們賣衣服的 不是賣紫沙茶壺的 那我跟他說 但因為我很喜歡壺壺 你可不可以賣給我呢 他說 跟著他跟老闆商量了一會 你猜我買了多少錢 我買回來是七十元 是不是很划算呢 所以很多時候 一些漂亮的壺呢 不一定要用很貴的價錢買 當然啦 時至今天呢 就會難些了 但是說在二、三十年前呢 其實都是容易的 容易找到一些又便宜又漂亮的紫沙茶壺 那當然啦 如果你問我現在這隻壺值多少錢呢 那就當然不會七十元啦 七百元都不止 為什麼呢 我心頭好嘛 我一定不會買的 好了至於這一把呢 看不看到湖身刻著什麼字呢 是寫著呢 祖國河山一片寒 那這一把呢是紅泥壺來的 屬於水平壺 那也是我非常之喜歡的 好了另外一邊呢 就沒有刻字的 那但是也是很柔潤 因為也都用了二十幾年的 那我呢是拿來呢是品飲鐵觀音的 底款呢就是中國義興 那現在大家見到這一把呢是珠泥來的 那可能你們會很奇怪 為什麼珠泥不是紅色的呢 為什麼是啡色呢 那其實很多時候呢呢 有一些珠泥呢 因為在它燒製的過程裡面呢 那個溫度不同的泥呢 那個顏色都會有變化 那所以呢這一把是珠泥壺來的 而且大家見到的沙粒是非常之靚的 好了大家看一下底款 在這裡呢更加突顯它的沙粒是非常之靚的 那這一把壺呢 也都是我非常之喜歡的紫砂壺之一 那現在大家見到這一把呢 就屬於綠泥壺了 看見到它的壺身呢是泛光的 是一種油光的 是很靚的 那它的底款就是這樣的 是呈現呢是墨綠色 非常之靚 那現在見到這一把呢 我們叫做鴨嘴壺啦 那其實呢 如果有玩開始沙茶壺的朋友都知道了 這隻呢都是典型的文革壺來的 是屬於文革時期那些人做的壺 那文革做的壺呢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呢它會做得不精細的 就算明家做都好呢 因為在當時來講因為那個政治因素 它們都不敢呢是將壺做得很精細 那它的壺蓋呢是很鬆的 你看見到嗎 那這隻紫砂壺呢 我記得我買回來用了兩年至三年呢 它才開始靚 底款都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中國人的 那我記得我當年買呢 都是用了數千元 那你說貴不貴呢 貴的 那不過呢 在當時來講的心態就是 文革壺怎麼都應該有一隻吧 那所以就收了一把 那大家現在見到這一把呢 扁身的壺呢 我就用來沖岩茶的 那它是屬於瑤辺壺 那瑤辺壺是什麼壺呢 如果難聽說的 它在以前來講呢 就叫做燒壞了的壺 燒得不好的壺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都覺得一把壺呢 要燒出來的顏色均稱才行的嘛 那但是呢 後期那些人又覺得 咦原來呢 是燒得不均稱都有它的美感喔 那所以我們現在叫它做搖變壺 那曾經在十年前呢 就很多人都很追捧搖變壺的 那所以它的價錢呢 突然之間都暴升都很緊要 那時至今天仍然都有人玩搖變壺的 那不過呢 至於那把搖變壺漂亮不漂亮 就好視乎它搖變得來 又沒有什麼特別了 那有些呢 就變出來一塊塊不漂亮 有些變出來呢 就有它的特別的味道 那有些就會變出來是黑色 有些是銀色 有些是金色的 那這一把呢 我自己就非常喜歡的 那所以呢 我都重金買了它 好了 看看底部了 是不是很明顯呢 見到是有兩種顏色啊 這一把大家見到的呢 屬於灰籬壺 那因為呢 就我也是用來沖泡岩茶的 那也都用了二十多年了 那它的顏色呢 都已經呢 是被些茶的顏色 蓋了它那種灰色 所以現在變得呢 有少少好像是啡色那樣 那在那個湖身呢 就挑剋了一些竹樹和竹葉 在另外一邊呢 就會有些字刻了在那裡的 那這一把其實是訂製壺來的 是應該呢 是由一間公司呢 是找這個做壺的工藝師呢 是故意呢 是訂製給他們公司的 那可能呢 當年是用來送給朋友 或者是送給客戶啦 那這把石飄也都很喜歡 那這一把呢 是屬於紫泥壺 是紫泥來的 那你會見到呢 它壺身呢 都是貼了一些花 那我所謂花的意思呢 就不是一堆堆的花 是貼了一些公仔啦 有位老人家坐在船上 那有一些山啊 水啊這樣 那這把壺呢 亦都是我最喜歡的其中幾把壺之一 那我記得呢 我買回來的時候 養了很久才養得漂亮的 初初呢呢 就覺得它平平無奇 但是你會越用呢 就會越喜歡 而且覺得它的泥呢 是越來越有潤 好啦 那跟大家介紹紫砂壺呢 就到這裏為止啦 那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收藏的紫砂壺啦